一人取一個響亮封號 楊宗偉成了催淚歌神 林志炫是爵士名刃 宇泉組創作雙雄 彭佳慧成鐵費歌后 周小鷗當雷神之錘 黃岐山因為歌聲雄厚 取名叫天賴合音 而感性的新小旗 領悟唱到痛哭詩聲 一戰成名 被稱為療傷天后 除了響蕩蕩的名號 讓觀眾有十萬名網友 選擇大曲 張錦珊一人入圍 兩首歌實力堅強 而台灣四位選手 不但通通入圍 其中楊宗偉更以一首空白格 被選為十大金曲第一名 人氣不容小覷 我們之間留了太多空白格 也許你不是我的 節目爆紅 歌手人氣 跟著翻倍掌 臨場 MVD穿婚紗的青色模樣 也曝了光 而彭佳慧的歌壇處女秀 走的則是朦朧風格 製作單位善用觀眾好奇心 歌手特質和好勝心炒作節目 也難怪我是歌手一路走來 話題不斷 東森新聞 余柔好 盧冠菲在台北報導 話題不斷的 我是歌手總決賽 馬上就要進入了 那麼當然 到時這節目的最大亮點 很多人說 應該就是歌手蕭敬騰 原來他受邀擔任 林志炫的合唱嘉賓 要演唱的是英文歌曲 來對抗人氣正康的楊宗偉 那麼就說呢 並不是外傳的 說蕭敬騰是要幫楊宗偉合音 所以現在呢 這個力挺林志炫 就有人說 是不是這個蕭敬騰跟楊宗偉 有餘量情結 還沒有化解開來呢 因為繼六年前 星光大道兩個人的PK之後 現在又要再度同台對決 一較高下 楊宗偉在我是歌手節目當中 復活成功也打敗了前輩 而新小綺呢 還因此墊底到第七名 不過其實在六年前 楊宗偉在歌唱節目當中 原本他是被安排 要跟新小綺合唱的 後來呢 他卻退賽 螢幕上合唱領悟的畫面 就沒有機會播出曝光 倒是有網友把當天的錄影畫面 PO上網 那麼當年楊宗偉唱女生的Key 唱到還破音呢 這歌唱的技巧 明顯不如現在 六年之後 楊宗偉 卻跟新小綺同台 而且兩個人是為了 要爭奪總冠軍 四年前兩個人又同台 楊宗偉歌聲中 多了人生喜戀 現在楊宗偉 新小綺 在同台 成勁敵 真總冠軍 楊宗偉更不是當年 演藝圈的菜鳥 呼聲比新小綺還高 對照六年前 他的青色樣 後期之秀 實力不容小覷 東森新聞 林靜王宥慶 在台北報導